好各位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你們看得到我的螢幕嗎 可以嗎 好很好謝謝 那我們今天來上我們的第六課 我們第六課要教大家什麼東西咧 就教大家怎麼樣來解這個就是 近似值 這是兩種我現在要教大家解近似值的方法 好第一種方法就是 MC MC 第二種方法就是提讀下降法 好那我們現在來 先回顧一下上個禮拜我們到底上了什麼課 然後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上這個 上個禮拜我們 發現如果我們現在想要 計算一個方程式的解 我們 應該我們先從頭開始好了 我們現在想要建立一個人工智慧模型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預測方程式 這個預測方程式 可以是 非常簡單的 Y 等於 B0 加 B1 這是非常簡單 也可以搞複雜一點 至於可以搞得多複雜 這個 那個 這個大概第11課12課的附近會講 會有些可以搞得很複雜 那 預測方程式訂完之後我們要訂一個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要用 最大概是估計法 的原理 來去建構 好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桑捷克 我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你們會發現 算個這個什麼 什麼盛行率啊 這個 怎麼學問都這麼多啊 這個為什麼線性回歸 要的損失函數是 這個 乘他平方核 你可能也大概知道是為什麼了 好不好 好那 最後一個問題出來了 就是 我們 之前在求線性回歸 求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用了一個連立方程式去求解 非常麻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第4課求解的過程 非常的麻煩 解微分的過程麻煩還是解連立方程式的過程麻煩 你們覺得解微分比較麻煩還是 做連立方程式比較困難 解連立方程式還比較困難對不對 沒有錯 解連立方程式比較困難 而且我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你們以後的預測方程式如果未知數有100個 那你們覺得連立方程式會有幾條 絕對是100條 不然怎麼解 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連立方程式 微分還沒有那麼難解喔 連立方程式 你千萬不要以為連立方程式很好解 對不對 連立方程式這邊動不動有個平方 動不動有個什麼 你光移向就移死了對不對 連立方程式其實不好解 所以我們今天 要教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 MCMC 如果你要用MCMC求解 你把預測式跟損失函數 列出來以後 你甚至連微分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求解 你們相信有這種方法嗎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好不好 第二種方法 如果 你還願意求微分 那你求的速度會比較快 這叫梯路下降法 好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MCMC MCMC的全名 是 Montekaro Montekaro 我忘記哪一個先講 我忘記Montekaro先講 還是Montekaro先講 這個 因為 這個 Montekaro 是這個 是等一下我們要用的 一種很特別的方法 他就叫 馬可福練這樣子 那Montekaro是 模擬的意思 Montekaro是一個美國的地名 他模擬的意思 那到底是哪個先講 我現在真的 我現在真的忘記了 為什麼這裡是寫 馬可福練 蒙特卡羅法 可能意思是 馬可福練模擬法 這個字可以 你不要把他講模擬好 那也可以是 模擬馬可福練法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 我真的是忘記他 哪個先 哪個後 或是大家都講 好然後 這個方法有一系列的 egonism 很多方法 用類似的概念 可是等一下有一些 小元素不一樣 那我這邊要介紹一個 經典算法 叫Metropolis Hesting Agonism 這兩個 反正就是 M學者跟H學者 我現在念完了 你們明天也不會念 好所以 這兩 這個也不用記得特別清楚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過程好了 好這個過程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現在想像一個問題 假設有個方程式 就是Y等於X平方 我們現在要找到 哪裡有X X等於多少的時候 Y有極值存在 那我們應該怎麼動 我們應該怎麼做勒 好你現在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思考一下 我們來 我們來想 我們來想像一下好了 這個 你現在是一隻螞蟻 你在X軸上面 你在X軸上面 你的眼睛是閉著的喔 你不知道 你現在想要解的方程式就是Y等於X平方 你只知道有一個方程式是F 那個方程式長什麼樣子你不知道 你想要知道這個 東西的極值 那你現在是一隻螞蟻在數線上 你現在在5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這是5 好像要說5 接著 你覺得你應該怎麼做 你要嘛 你只能往左移動 要嘛就只能往右移動 對不對 OK吧 好 那你就隨機的決定 你要往左還往右移動 好 你發現 你隨機的 這次決定隨機的往右移動 你決定要從 5移動到 5.278 0.278 那個也是隨機決定的一個步伐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 隨機的決定到5.278之後 你代入X平方 這個方程式 計算之後你發現了什麼 我好像 數字變大 這不是我要的 因為我要找最小值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你再次隨機的決定 你又是要往右走 你這次決定走到5.428的位置 你發現數字還是變大 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接著 你終於往左走 你就發現數字變小了 那我停下 那他走到0.1的時候 他再往左走 發現走到-0.2 數字還是變大 那你就回到0.1 這樣這個過程大家可以想像嗎 我們再用一個更common的這個例子 來給大家想像 今天你在國防HM 你叫爬山 我們隨機把你丟到一個地方 那你想要找永續樓在哪裡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們想要去送你的女朋友一朵花 對不對 那這個 那永續樓我們都知道在最高的地方 對不對 可是現在你眼睛要閉起來了 然後我現在隨機把你丟在一個地方 你的同學亂把你丟下了 這時候你要怎麼找永續樓勒 很簡單嘛 你就看一下哪裡往上 對不對 往下一定錯的 對不對 往上就對了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 這個 眼睛閉起來隨機的走一步 如果你發現 往上走 那我就走過去 如果發現 我怎麼再往下 那就請你回到原來的地方 再重新走一次 這樣 這個agonism 長成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了吧 大家可以想像喔 那我們來寫個程式來嘗試一下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這個 Original Function 就是你代入X 他就給你X平方 的結果 好然後 這就是隨機決定的步伐 你可以隨機決定從-0.1到-0.1之間的一個數字 然後加上本來的數字 然後就 得到你新的一步 如果 新的一步 新的一步比起舊的一步 帶入Original Function之後 如果新的一步比Original Function Old的來的數字更大 我的 我 新的X就回復到舊的 否則我就前進 這個方法簡單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在找 X平方的最小值 我們起始值是5喔 我們來看看這樣走100步之後 我們會不會得到答案 100步還不夠啊 只能夠 到2.86 對不對 好沒關係那我們走1000步好了 1000這裡 這裡要就是1000 987 OK 看到了嗎 這個數字是不是夠接近極值了 因為極值是0嘛對不對 好 那個現場 隨機徵求一個 方程式 有沒有人要隨便喊的 隨便喊一個方程式啊 不過那個喊出來的方程式 你要大概知道他的極值是多少 你們不要隨便喊個什麼 什麼什麼X的4.5四方加上什麼 248乘以X的 負二分之一四方 你自己都不知道極值是多少 他算多少你就認為是多少 對不對 Y的X平方 Y的X平方 這個嗎 加1 加1的極值不是還是0嗎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花樣嘛 你知道極值的只有這個函數嗎 X平方加2X加3 2X加3好OK 來加2X加3 你知不知道極值是多少 是 是1嗎 我們來看一下 是-1啊 是-1還是1啊 -1 好好好 來來來 沒關係 還有沒有人要再挑戰一下的 隨便喊一個方程式 他要有極值喔 你們不要給我個什麼LogX喔 LogX沒有極值喔 好不然我們現在隨便打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這樣子的極值是多少 可是他也可以算啊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啊因為這個X 你丟那個負數進去他就爆了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這個不好示範 那我們Exponential好了 Exponential總不會爆了吧 對不對 來再來一次 咦 你看 他說他的極值是-0.567 你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數字比他更小 我看應該是很難的 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方法邏輯上合理的 你們應該可以承認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個方法 這個 看起來就是 聽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聽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好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可以加分的問題喔 好不好 這個方法很棒 請問一下他有什麼缺點 有沒有人要講 這個方法邏輯上非常好 他在什麼時候會遇到問題 來來來你 因為 因為他像是成績式的 所以可能會有方向移動的話 都會花多時間 喔 時間花比較多 這是一個缺點啦 不過這不是非常significant的缺點 這樣 來來請講 這個 我只能說也不是非常significant的缺點 你們兩個都講了 我認為都算缺點啦 加個一分沒有關係 來來繼續 來講 不只一個集職的時候會怎麼樣 他會找錯 什麼叫不只一個集職會找錯 你可不可以講具體一點 不是你想要的那個 你想要的是什麼集職 你怎麼突然舉手 你against他的想法嗎 你這不是重複他的講法嗎 還是你太晚舉手了 喔 你試圖用更精確 你偷了他的idea之後 試圖用更精確的數學語言來描述是不是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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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加一分好不好 我們來用我 我認為你的數學語言也沒有到非常的精確啦 讓我來好好的講一下 精確的數學語言好了啦 我們 講他找錯或者是什麼 這個可能也都不是很好 我們現在隨機的來 來幹一個 講一個 主要說x的 3次方加上2x 2乘以x的平方 加上 3乘以x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google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不夠 不夠齊驅 我們再來一個 這個 不行不行不行 我再來一個x的4次方 這個函數 這個怎麼怎麼怎麼 這個函數是他是 天啊天啊天啊他是他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再來一下 我撿好了 這個怎麼都那麼陡啊 我都 我這樣都看不到兩個 好啦好啦好啦 算了 我現在一下子 我也沒有辦法隨機打 我們現在就講 我們現在 來個 我知道那個TEN叫什麼啦 我們局部即職 好我們這樣總是可以找到一張圖 好好跟大家說明吧 ㄟ 這個圖好 這個圖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假設你的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好他是不是有兩個小 他是不是有兩個極小值 可以嗎 那 這個極小值 我們叫他全局極值 全局極值就是 所有的極小值裡面他比較小 那這個算不算極小值 這個也算極小值 但他要局部極值 局部極小值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不是說 只要有兩個凹 他就會錯 因為你的隨機起死值如果是在這裡 那他是不是就不會錯 他找到的就是對的 或者 我們的對或錯應該要講 他找到了全局極值 那如果你說你只要找到極值 那他從這邊過來找到他 那他不算極值嗎 他是極值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方法他的缺點就是 他 找到的極值 不見得是全局極值 他可以找到極值 但是他找到極值 不見得是全局極值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在我們繼續上課以前 我現在 問大家 那這個方法有這個缺點 有沒有人想到方法可以解決 在同樣的架構之下 也就是說 現在你同樣要在國防學院找永續樓在哪裡 但是啊 你往 假如說你一開始往著觀色的方向走 你不小心 掉到一則圓裡面 而且這個就是一個局 這 抱歉因為你要找最高 最高的地方 所以你掉到一則圓沒有關係 我們來想一下好了 國防學院還有什麼局部的 比較高的地方 操場有比較高嗎 永續樓比較高吧 你在操場那不是平的嗎 一路就往永續樓跑 好啦我現在一時間想不到啦 我們就以台灣為例子好了啦 就在說你現在 找到了七星山 那你想要找玉山 那你到七星山你發現這個 就是一眼望去沒有比這個地方更高的啦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讓你 同用同樣的idea 也是蒙著眼睛走路 也是蒙著眼睛走路喔 可是 你有機會 就是 跳出這個局部及值的限制 有沒有什麼方法 來給大家想一下 怎麼多找幾次 隨機丟在不同的地方 多找幾次是不是 分散了多少 嘉義找一次 嘉義開始跑一次 然後這個南投開始跑一次 台北開始跑一次 看誰比較高 對不對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還不錯 不過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 這個 台灣的地形凹凹凸凸的 對不對 我看 我看你要丟到玉山旁邊的機會 是很低啦 就是 即使你已經在玉山旁邊了 你還是有可能被玉山旁邊的 小 小山峰給困住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好方法 我還是給你加一分好不好 你自己記住 還有沒有人想到方法 好沒有了 沒有我們就來聽聽 Metropolis跟Hesting他們怎麼想 好不好 沒有了 好那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方法很值得大家 很值得大家這個 很值得大家這個 就是 去 學習喔 不過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我的這個 課程的下一頁 還沒有要講 Metropolis跟Hesting 他們到底怎麼想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但是應該快要到了啦 好 我們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解 線型回歸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要解 這就是線型回歸嘛 好 這就是線型回歸的那個機率函數 因為線型回歸只有一個全局機制啦 所以說我用 我用這樣 只有一個機制 不是只有一個全局機制 是他只有一個機制 任何函數都只有一個全局機制 好不好 不然他為什麼叫全局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解解看 因為我上面還沒貼 好 我們來看解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啊 來這個 Beta0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Beta0大概是3點多這裡 那Beta1呢 Beta1大概是 0.0幾這附近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個 最後我們得到的答案 Beta1就是0.001 Beta0是3.55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這個應該 答案是對的吧 我們來確定一下 我們是用 pr預測x 那我們用lm y x 差不多吧 數字差不多 很接近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 是workable的 這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 可是問題有個問題 他 他只有一個 這個函數剛剛好只有一個機制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思考 來 奇怪 奇怪 哎 啊我的 哎 就要跳過了嗎 沒有啦 那我怎麼 什麼時候要跟大家講 metropolis跟hesting要怎麼講 啊我把它放到我 奇怪 我有改過我的 我的這個嗎 好沒關係啦 我來跟大家講好了 這個 這裡等一下有個地方就要用到metropolis跟hesting的idea 好 我現在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個人他到底想到什麼方法 你們現在想過腦袋還想不出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方法 對不對 即使你就已經在御山了 你就已經在爬御山了 御山還是凹凹凸凸的啊 你以為御山就 都不會有最高 就都不會 有那個小隆起的小山丘了嗎 一定有嘛對不對 大家有爬過山就知道了啊 那個山 然後 這給你掌的剛剛好的對不對 好 所以我告訴你他們的idea是這樣的 今天 我們剛剛的原則是 如果你今天 移動了以後 舉例來說你的數字 然後本來說你是一隻螞蟻 你現在在 要求x平方這個函數 你大概5的時候是25嘛對不對 你往右移一步 那他是不是變成27 那這個時候照到你是不是要回去 你就要退回去嘛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他說 等一下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的數字 比本來的數字大 假設比本來的數字大 等一下 我要有一定的機率 還是過去 好的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你一開始現在在5這個位置 然後你到了5.2 5.2的平方是多少 哎呀這一時間我也算不出來 好啦我們就假設是26好了 那這時候是不是差1 那差1 那我就訂一個 我就訂一個方程式說如果 新的數字比舊的數字大1 那我就有 50%的機率 那我還是前進好了 我還是勇往直前 那如果說 我 下一步 比新的數字差2 那我可能就只有25%的機率勇往直前 這樣可以嗎 好那如果說 我新的數字比舊的數字 來的小 比如說你往左邊移動是24% 那just do it 我就不考慮了 就過去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有了這個方法以後 如果你是被困在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山丘 很小很小的小山丘 你是不是很容易 移動一步之後 你的數字其實就 增加一點點 就是 你要找最小值啦 你的數字其實就增加一點點嘛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會願意跨出那一步 你只要跨出那一步 啊如果 下一步 給你回頭了 又回到那個小山丘 那你就再走一次嘛 反正要重複 你要走很多步啊 你看剛剛 沒走個一萬步 你好意思說自己找到全局集職了嗎 對不對 反正你本來就要走很多步啦 再多走幾步也不會怎麼樣嘛 對不對 再苦一苦 這個這隻螞蟻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透過這個方法 你就有機會可以離開局部集職 可是有一個問題啊 那如果我到全局集職 他會不會有離開啦 所以剛剛設定 如果說 跨出那一步 如果說 數字變得 多很多 你就要 機率就很低 是有原因的啊 因為你現在想想看喔 全局集職長很什麼樣子 這個 怎麼看都很陡啊 局部集職呢 這個很平緩 這個很容易就越過 對不對 你今天到了 這個玉山的山頂 那你就發現 那你周圍要比這個 要比這個 要跟他差不多 那就很難嘛 對不對 你就看他很陡 那所以說 這個方法就 很有創意的解決了 有可能被困在局部集職的問題 理論上啊 只要你走得夠多步啊 你如果嫌一萬步太少 你可以走一百萬步啊 那你總是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越過局部集職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也許那個機率不大啦 但是總是有機率嘛 對不對 或者我們那個 曾經那個上 我不知道高中我們上這種課啦 說什麼 一個猴子亂打鍵盤啊 他隨機亂打鍵盤 他總是有一天可以打出這個 這個什麼莎士比亞著作嘛 對不對 只要他無限的時間 無限是一個很恐怖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透過這個方法 是不是很棒 只要他無限的時間 他是不是就是可以做到 可以嗎 好 所以 那這個方法還有一個好處喔 這個方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到 即使他已經到達全局集職了 他一樣可以透過他的探索 去知道他周圍的 地形長成什麼樣子 因為他會願意往下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所以很神奇喔 我們來看一下會神奇到什麼程度 來我們給大家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原來我在這裡就已經 我在這裡就已經 增加一個小巧思 我在這裡就已經 跟大家講這個方法 我在貼程式嘛 我根本沒有看到 好我們再仔細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來 我們在貼程式嘛的時候 你看我這邊除了Random Walk以外 我這裡還有去計算他的 一個 Proportion Function 然後去計算新的機率比起 舊的機率 他相減之後要取Exponential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 機率有取Log 我取了Exponential才是原來的機率 如果新的機率比舊的機率來的大 那我就 那個 因為我要找最小值嘛 對不對 那我就 我就要抽一個機率 我就要抽一個數字 看看他是不是 這個 他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再移動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 覺得說我新的比舊的來的 數字來的這個 數字來的這個更大的話 更大的話 那我這個 Exponential完之後 就一定會是一個很 就是 新的數字比舊的數字 來的更大的話 那就是代表 我 相減之後 Exponential數字就一定會是一個什麼 1以上的數字 這樣可以吧 因為他是正數 好 他如果是正數的話 他就 一定 不可能小於 隨機抽出來這個樣本 他就一定不可能 小於一個 1到0之間抽出來的數字 所以他就 一定不會滿足這個條件 他就一定不會回頭 他就會Just do it 這樣子 那如果 新的數字比舊的數字來的小 那我這個應該會找極大值 我這裡找的是極大值 那 新的數字比舊的數字來的小 那他 他就會是一個負數對不對 負數取了Exponential之後 是不是就是一個機率 這代表 新的樣本機率 比起舊的樣本機率 他到底差了幾倍 這邊相減等於外面機率相除 可以嗎 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 那 如果 差了很多 如果相除之後他的結果 兩個機率 只差80% 他是不是就很容易抽到一個 1到0的數字 他抽不到一個1到0的數字 比0.8來的更大 只有20%的機率 他就不太容易回頭 這樣可以吧 因為他差了很少 如果新的數字只有舊的數字的1% 那 這邊隨便抽一個數字 他是不是就很容易抽中 他就很容易回頭 這樣可以吧 所以新的數字就不能比舊的數字來的 這個 就是 來的小太多這樣子 小太多他就 一定會回頭 如果只小一點點 他就有機會 會不會還是 just do it 勇往直前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 有趣的地方是 這樣子把它做完了以後 我們得到的 我們得到的這個結果 就是我們把這個 我們得到這個結果 我的SD在哪裡 好在這裡 這個是 beta 0的 s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這個是 beta1的標準差 你仔細看喔 我們在算Linear Regression的時候 你看這個數字 跟這個數字 差距有點大 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差別比較小 好 我想要告訴你的是 這些數字會很接近 這個方法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還可以得到他的標準目 這兩個數字還是很接近喔 好不好 你可能會覺得還是差很多啦 不過那個 囚禁市值的方法本來就是會有一點誤差了 這樣可以吧 那種什麼0.1以下的誤差 那都不是什麼誤差了 好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我們現在 這個 你應該能夠總結出很多關鍵 那這個 我們來讓大家嘗試一下 就是你貼貼後面的程式嘛 你也不用 退啦 我們就只要 修正一下這個 value這個參數 你修正一下這個 你本來 10跟1啊 或者是 修正不同的結果 然後你們看這個圖 這樣可以吧 那你們看這個圖 你們就會發現 他的軌跡不太一樣 那你們先 稍微貼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檢討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這個可能需要 5到10分鐘的時間來貼一下 好大家如果直接貼答案 當然會直接得到結果啦 不過我想要demo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裡 我們給我們設計個 Decay Coefficient 這個Decay Coefficient 我跟這個跟答案不太一樣喔 我故意改的喔 就是 你在做第i代的 回圈的時候 這個第i代就是你這個 你做第一次的時候 這個 你就是i就等於1嘛 那做第二次的時候 i就等於2嘛 那你的Decay Coefficient 是i除以10 加1 所以你的i如果是 10000的時候 這個Decay Coefficient 是不是就大概1000左右 i如果是1000的話 他是不是就100 那這個數字是哪裡幹嘛的呢 來 我們在做random work的時候 我們的步伏 是 10除以Decay Coefficient 所以Decay Coefficient越大 步伏是不是就越小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他的軌跡 他的軌跡現在是我現在秀出來這個樣子 你如果 只看 好就來說 原始的軌跡 就來說 這個樣子 好你會看到 一開始 你看一開始步伏很大 一開始步伏可以有2對不對 可是你看慢慢的 你是不是就看不太出來 他有差別 那我們把他弄小一點 好前五千把他去掉 你就會發現 這裡是不是正幅比較大 到了這裡正幅是不是變小 好那我們就到最後好了 正幅越來越小對不對 好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通過這種方法 來找 就是你 讓你的步伏越來越小的話 你的好處就是 等到你 到越來越後面的時候 你因為你就越來越靠近全局集職嘛 對不對 因為你花很多步 你已經走很多步了 當然這個時候你就希望你的移動幅度盡量稍微小一點比較好 這樣子比較不會 亂跑跑出去嘛對不對 但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叫你找台灣的最大最高的地方 你一開始的時候最好一步 至少也要50公里到100公里嘛對不對 可是你到玉山附近的時候如果你走一步還是50公里這樣好嗎 不太好 你應該這到那個時候走一步 50公里就你很多了對不對 這樣你比較不會 你比較可以 細微的找到 全局集職到底在哪裡 精確的點到底在哪裡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的基礎原理 就是這個 MCMC 或是這個 Metropolis Testing Agonism 然後我講那麼細節 然後你看那麼多地方可以改 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其實你要發明一個 Agonism 舉例來說我想要現在發明一個零清演算法 其實也不難嘛 你看我這邊 Decade Coefficient 換一個公式可能就可以叫零清 零清演算法 然後我就可以告訴你們 這個零清公式 這個非常非常的棒 他找全局集職的效率 比起 之前的這個 Metropolis Testing Agonism 這個在某一個條件之下 好了3% 對不對 我不會告訴你在其他條件之下 可能搞不好變差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發展新演算法其實也不是很難 對不對 這個是鼓勵你們好好搞數學 對不對 你們如果想要發明一個 什麼 什麼某某人方法 對不對 某某人 其實蠻簡單的 對不對 這個 呃 你們如果覺得一點都不難 我們這個課程的這個 這個教學目標就達到了 就是讓你們知道這東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 那我們繼續再來講個下一個 今天要教另外一個東西 叫T度下降法 這個就要好好聽喔 因為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從 這節課結束之後 從這節課就是從下一課開始 每一個 都使用T度下降法解 為什麼呢 那我前面到底幹嘛教MCMC 我跟大家講 因為前面那個MCMC 這個 我們上節課不是用了一個什麼 MLE那個參數 那個函數嗎 對不對 那 MLE那個函數 他 基本上是用MECMC 為什麼 因為你在給那個函數的時候 你有去求微分嗎 沒有 你就直接把他丟給他 他就做了嘛 對不對 這個只有MCMC才做得到 這樣可以 那如果 正常來講 你想要解一個 Agroley 有 求微分 你只要願意求微分的話 效率還是高很多的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T度下降法 因為 MCMC 最大的 優點跟缺點 或者說最大的特性 就是隨機移動 隨機移動的好處是 我不需要對 現有的地形 有任何的認知 我閉著眼睛 他都可以做 對不對 可是 他帶來的缺點就是 效率很低 對不對 因為我很容易就嘗試到一個錯誤的方向 對不對 好T度下降法就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知道T度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講過 前面老師有講過了嗎 還是我有講過了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人知道T度是什麼 好 我來跟大家講T度是什麼 好不好 就是 這個 你們下次遇到這種事情 你們可以先問一下 蛤 怎麼了怎麼了 切的GVT 你們可以直接問切的GVT度是什麼 這個idea不錯我們現在來問問看 雖然我知道答案了 可是我還是來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覺得 你們這樣學的方法很好 就是 請問一下T度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是偏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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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怎麼可能有教T度這個詞 真的有 那不是有重考的嗎 那為什麼會在中山大學上過 你怎麼知道是偏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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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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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沒關係啦 我們這個鼓勵大家 我跟妳講啊 這個 這個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突然講這個東西 是因為 這個 呃 T度 就是你會 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要T度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定義T度 這T度啊 其實就是斜率啊 什麼斜率 你斜率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吧 這個方程式他的 切線斜率 對不對 如果他不是一個斜直線 斜直線只有一個斜率啦 對不對 如果他是一個曲線 那他的切線斜率嘛 對不對 對任何一個點他都有一個切線斜率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但是啊 如果你只有一個X 然後去預測一個Y 也就是你的方程式可以寫成 F of X 那這樣子你當然可以講說他有個切線斜率 對吧 可以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是一個異為生物的話 他是一個切線斜率 好那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在國防醫學院的這個點 請問一下你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你現在想像你在一個方程式啊 好我們現在找一個 3D的方程式 我們來看有沒有辦法 哎 我們來找個圖好了 好就這個圖好了 這個圖 好 來 這個 這個圖你一下子 我要問你切線斜率是多少 你也不容易回答呢 你現在告訴我這個點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你應該要給幾個數字 你們覺得 你們現在先思考一下為什麼我要定義這個數字 斜率到底是什麼 往右走一步 往右走一步 這個他上升多少 對不對 往右走一個單位 請講 對 你說 對 假設你是 f x1 x2 y等於f x1 x2 你意思這樣嘛對不對 然後 他在某一個特定的x1跟x2上面 他對x1的斜率是多少 他對x2的斜率是多少 這個叫梯度對不對 對你講的沒有錯 這是梯度的標準定義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個很 有一個事情 你現在 思考一下 你現在在台灣的某個地方 你就 掰 那我們的x1就是南北的這個尾度 這樣可以吧 x2就是 金度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所以你可以計算出南北的斜率 南北這個軸的斜率 這樣可以吧 這應該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計算出 這個 這個 東西的 一個金度的斜率 這也可以嘛對不對 這就是梯度對吧 是吧 沒錯你講的沒有錯 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你用這兩個數字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 你的 假如說 東北方向45度角的斜率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兩個數字沒有辦法推啊 有沒有一種可能啊 往南 往北邊走 數字越大 斜率上升 往東邊走 數字越大 斜率越大 也是往上升 結果往東北走是下降 有沒有這種可能 有沒有這種地形 完全可以創造這種地形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了一件事情嗎 這個 這個 梯度啊 沒錯 它的定義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它只有 X軸跟Y軸 或者是 它的 座 坐標軸的 坐標軸的那些 斜率 這樣可以吧 你講得非常好 那 所以它其實 並不能完整 描述那個點 它的所有狀態 對不對 和斜率可以喔 如果你在一個二維的 就是如果你就只有 Y等 LF 你描述完那個切線斜率之後 沒有其他任何方向 沒有額外的資訊 你不知道囉 這樣可以吧 所以為什麼 偏尾分要叫偏尾分 因為偏尾分 求的就是剛剛講那個梯度 對不對 它只得到了 特定 坐標軸上的 那個方向的斜率 而它對那個點的描述 其實是非常的粗糙 在 在一個 二維的 空間 二維的 在一個三維的世界 那就是 用二維的 那個 坐標 來描述高度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你都發現它有 無限多個 不同的方向 可能會有不同的 斜率 而你沒有描述了 更換到一個更高維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梯度是不是 非常的不精確 所以你現在 我現在跟你們講這個 我不確定 我現在真的 這個 忘記 到底之前 我有沒有講過啦 或是上個老師有沒有講過 這為什麼 這個 為什麼 偏尾分要叫偏尾分 為什麼兩個以上位置數 就叫偏尾分 那叫偏尾分 但你們知道那個偏是怎麼來的嗎 為什麼那個叫偏尾分 那叫做梯度 如果我剛剛的解釋 你有聽懂的話 你就會知道 因為 他得到的資訊 只有一部分 大家知道那個偏尾分 那個偏英文是哪個字嗎 partial 其實是部分 不是偏 對不對 沒有錯 他是部分 這樣可以嗎 太好了 英文不錯喔 這個是partial沒有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梯度下降法要怎麼做 你們現在已經知道為什麼這叫梯度下降法 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滿足 只解一個 一元的方程式 對不對 不然他就叫斜率下降法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用偏尾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方程式是 x平方加2x加1 他求他的導函數 導函數太容易了 2x加2 這個不需要我 現場教大家怎麼解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這個 導函數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 x每增加一個單位 y就會增加2x加2個單位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導函數的定義嘛 也就是切線斜率 好那我們現在思考一下喔 如果你要求 極值在哪裡 第一種方法就是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是極值 因為切線斜率等於0 就代表他不會再變化了 他不是極值是什麼勒 對不對 所以 我 我剛忘記在這裡設一個問題給大家問了 就是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情喔 我 就我以往的教學經驗 我問 100個學生 至少有80個學生 知道求極值就是 先求微分的導函數 然後等於0的時候 就是有極值 當然講不出來為什麼 為什麼要等於1 等於1不行嗎 對啊 等於1還是要往上跑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等於0喔 為什麼要等於0呢 因為 導函數是切線斜率喔 這樣可以嗎 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是要問你們的 好不好 但是我剛剛不小心已經到這裡了 所以我就只好繼續講下去 這個 不過我看大家加分應該都已經加得非常夠了 我個人認為是不需要再加了 你們只要稍微交出一個 稍微看 能看的這個 這個 期末作業應該分數就會非常高了 好不好 我看一百分的都很多了 這個 這個 來 所以 以這個方案式來講 他的極值是-1 這樣可以吧 我們剛剛 前面好像有人 有也是提出了這個方程式 但是沒有 算好他的極值這樣子 這邊是 他的極值是-1 我應該解的沒有解錯了 好不好 所以那個前面那個 那個 MCMC的那個 程式我應該也沒有寫錯了 好 那就繼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T度限量法怎麼做的 一樣一開始 先給個隨機期值值 這個隨機期值假設是10好了 然後他的公式長這樣 下一代的 X 等於這一代的X 帶進他的導航數 乘上 把這一代的X 帶進他的導航數 所以他是 減掉斜率 LR是一個常數 我們先把LR不要看 他就是 現在我要減掉斜率 你們覺得減掉斜率這一個 邏輯是不是符合邏輯 如果斜率為正 我要找極小值 如果斜率為正代表是什麼 我要往左走對不對 我在數線上面 你思考一件事 如果斜率為正 代表是往右走數字會變大 往左走數字會變小 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我就應該往左走對不對 往左走就代表我要 減掉一個正數 對吧 所以我 減掉一個 當斜率為正的時候 我要減掉斜率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我要往左走 那當斜率為負的時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往 左走 數字會變大 往右走數字會變小 是不是 所以我要往右走對不對 我往右走我要 加上個正數對不對 所以我減掉斜率是不是就是 減掉一個負數 那是不是就加上個正數 所以為什麼 踢度下降法的公式射箭這個樣子 是有原因的 這樣可以吧 當然 有沒有踢度上升法 當然可以啊 你就把減號桿加 只是那是你要求極大值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個LR是什麼呢 這LR顯然就是控制的那個步伐 步伐的大小 如果你的步伐 想要讓他小一點 就走得比較慢 走得比較慢就比較精細嘛 對不對 走得比較快 走得比較快會出什麼問題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 那你就要好好控制LR這個數字 通常 LR我們都用0.05 這是一個超參數 就是你在解方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一下 用0.05解不解的出來 如果解不出來 那我們就換一下好了 0.001 這幾個看解不出來 那我們用數字大一點好了 看結果怎麼樣 這樣可以 這個數字是要調整的 我們來嘗試把這個公式帶進來 來一開始是10嘛對不對 10減掉LR乘上 把10帶進這個導含數嘛對不對 這導含數是多少 2x加2對不對 所以是 10變成2乘以10加2 乘以0.05 這樣可以吧 所以 epoc1 x等於8.9 epoc0 x等於10 這樣可以吧 來再帶一次 8.9把它帶進來吧對不對 對不對 最後變7.91對不對 好 10類推 3456 最後就會變負1 直接帶四指 你會發現就是這個過程 你們可以想像嗎 應該可以吧 因為一樣嘛 剛剛 如果你對 Metropolis Hestine Agonison 你記得他的邏輯的話 現在T2下降法跟他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唯一的差別在 本來你是蓋著眼睛 你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是往上走 往哪個方向走是往下走 所以你要走過去才是 現在因為你有他的導含數 所以你知道往右邊走是 斜率是怎麼樣 你知道斜率是多少 所以你就往斜率的反方向走 你就可以走到最小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所以他 本質上跟 MCMC 唯一的不一樣是他更知道方向 知道方向效率一定會提高嘛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浪費時間解微分 是有原因的 這樣可以 你們有沒有突然覺得那個 國防衛宣的微積分這個必修課越來越重要 你們有覺得 微積分是必修 是 看起來是很合理的嗎 本來你們有沒有覺得不合理嗎 沒有人敢講話 好 沒關係 這個 一定是非常合理的 這個 老師設計課程通常也不會亂設計 尤其是那麼多老師看過的 對不對 那個微積分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話 那幹嘛要強迫你們每個人都要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用R元實現T2向上法 來這裡 好大家看喔 這個debratial function是2x 這邊是x平方嘛對不對 一樣 我們來跑1000代 learning rate 0.1 STAR VALUE 5 好我們直接出 這個 這是10的負 97次方 這個就是很接近0的 這樣可以好 來我們一樣換一個函數 有沒有人要喊一個函數出來的 趕快趕快再喊一個函數出來 但是微分不能太難解喔 你不要搞一個很 找麻煩的 找麻煩的方程式喔 加8x加4 加8x加4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 微分呢 2x加8嘛對不對 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富士 是對的嗎 對 哎呀 現在計算 大家算數都這麼快 這個 好 沒有錯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還可以吧 對不對 好等一下 我現在 我剛剛不是說 learning rate 不能亂調嗎 對不對 我們來調個3好了 我們來看會出現什麼數字 NA 為什麼會NA 我們來看一下 哎 他一開始5 後來怎麼變-49 後來怎麼變221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知道 在這個點 他就是 他斜率正的 所以他要往左邊走 對不對 啊你們有想過 有沒有可能一步跨太大 一步跨太大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一步跨太大 就來說你learning rate是1.02 那你是不是就跨太大 你是不是越走反而越往上走 所以這個learning rate不能設太大 設太大可能會無法收斂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他是有一個threshold的 可是每一個函數的threshold 不知道 不一定 所以通常大家會設一個稍微小一點的數字 然後用大量的算力 去把它算出來 就是用比較多步把它算完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買GPU了嗎 這樣知道黃仁勳那個 為什麼NVIDIA很重要了嗎 NVIDIA的股價為什麼那麼貴嗎 那個黃仁勳為什麼現在身價這麼高嗎 你們知道一張GPU多少錢嗎 猜個數字 6萬 你是拿來打電動的是不是啊 20萬 那是拿來幹嘛挖礦了嗎 怎麼了 2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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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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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顯示卡 你們可能不知道 沒關係 我就直接告訴你們 他現在一張6萬塊美金 那你們猜一下台積電 做一張 這個 H100的成本大概多少 猜個數字 1萬塊美金嗎 大概5000塊 所以NVIDIA賺走了大概將近90%的利潤 所以台積電還是蠻賺的 因為台積電不是只有做NVIDIA生意 對不對 所以NVIDIA的利潤非常非常高 高到不可思議 而且大家還搶著買 買都沒有貨 所以他的股價為什麼會非常高 這樣可以吧 偏偏就只有他這家公司做的出來 那我們就不講啦 這個我們今天不是來聊股票的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來聊踢路下方法的 我只是順帶跟你一提 為什麼 那麼多人要買GPU來做的公司會運算 這樣你應該可以理解了吧 對不對 因為他底層的算法 就是這麼的浪費 時間 這麼的浪費算力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的只有一個未知數啊 剛剛的不叫T度下降法 那個叫斜率下降法 對不對 那個 這個精確的definition 他是叫斜率下降法 他不是T度 根本沒有T度 你現在這個有兩個式子 來 這個T度的出來 來一樣 這個如果你現在要求這個 4a平方-4a 加 ba平方-2b加5 你用配方法當然可以揪出他的 極值啦 對不對 有沒有人忘記配方法啦 忘了差不多了 現在大家都只會 上來就微分 對不對 上來就微分 我們來看怎麼微啦 你這個有兩個未知數 你一定要用偏微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證明 他不是偏微分 那是部分微分 這個 我們還是叫偏微分好了 大家比較聽得懂 不然你 去外面跟人家講說部分微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你在幹嘛 對不對 你到底那是什麼 新發明的東西嗎 這個 這個 偏微分做完 對a做這個偏微分 8a減4 對b做偏微分 2b減2 好 你要求連例方程式也可以啦 這個也不用連例了 這個你就 這個 a就等於 這個 0.5 對不對 b就等於這個1 對不對 這個也不用連例 好那我們來看 兩個未知數的T度下降法怎麼做 沒有任何創意 就是把40寫兩次 但是注意喔 下一代的a 等於上一代的a 減掉 等一下 這邊有兩個未知數要帶喔 這邊兩個未知數都要帶進來喔 而且都是上一代 注意 這裡比較critical 有些人一開始 不知道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很疑惑 那我這個式子算完了 a已經有下一代的值了 那我這裡要怎麼辦 注意 這兩個都要是上一代的值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 帶大家來試著一次 然後起始值00 然後a1 就等於a0 a0就是0 對不對 減掉lr 乘上 把00帶進來 00 這個4是多少 8乘於a 減4 對不對 所以他就減掉負4 對不對 來 0.4 減掉 負0.1 減掉0.1乘以負4 所以是0.4 這樣可以吧 這一個 0.2 這樣可以吧 好 0.48 0.36 0.496 0.488 0.4992 0.5094 0.51 這樣可以吧 你可以自己說上看 不會有任何意外 這個方法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T度下降法 好 我們現在來做個練習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希望練習二 你可以親手做出來 我給你10分鐘的時間 現在 2點44分 我給你10分鐘的時間 2點45分的時候 我們開始給你10分鐘的時間 2點55我們檢討 我們3點可以下課 這樣大家比較開心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預測函數對不對 Y等於 B0加B1 這是損失函數 殘差平方核 這個沒有問題 整體寫在一起的話 它的市值長這樣 我們要求 Beta0的 偏微分 跟Beta1的偏微分 好 我幫你求完了 怎麼求 請你自己到第四課找 好不好 第四課有列過啦 第四課我這邊還有解聯力方程 對不對 這邊還有等於0等於0 然後來求解 對不對 麻煩要死 你看我已經給你了 好 你現在下一步你只需要 我希望你們可以 試著貼這一串程式碼 但這一串程式碼 它只有一個變數對不對 想辦法 把這兩個differential function把它寫進來 然後試著做出T2下降法 我希望你們真的親手做一次 這真的非常重要 MCMC不做就算了 因為MCMC 我已經講過啦 從 下一課開始 所有的演算法我們都用T2下降法解 就算它不是不該用T2下降法解 我們也用T2下降法解給你看 這為了課程統一性 好不好 好不好 但是都會解得出來喔 你們不要懷疑 你們不要覺得解不出來 都會解得出來 好不好 好 然後 我們都會直接跟你 對那個 就是假如說那個 R 語言裡面的函數直接對比 你會發現答案都會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不好 好 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跟 上面我寫的這個式子完全一樣嘛 對不對 這個怎麼解出來的 我第四課有教了 所以說我們就對這個應該要 沒有任何 就是 疑問喔 好 那你只要有了differential function 以後 你只要有了differential function以後 你要做T2下降法 那就沒有很難喔 你就只要 來看一下這個公式喔 就算你不會寫程式 你就稍微看一下這個結構 好 起始值是0 起始值是0 A B0的下一代 I加一代 等於B0的上一代 減掉LR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B0跟B1帶進來 就這麼簡單 然後 B1呢 就是這邊改了differential function B1 就這麼簡單 我們看答案 5.3 0.9 標準正確答案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T2下降法 他的整個過程會這樣子 最後就到這裡就停了 這樣可以嗎 T2下降法就是一個 這麼強大的工具 好 那 編為分沒有教 這個 呃 我希望大家就問一下 Trilgbt好了啦 現在這種 知識爆炸的年代 這個 Trilgbt實在是太好用了 他可以迅速的彌補 大家的知識落差 特別是對那些 非常基本的東西啊 你們 你們現在大概都還 很難遇到那種 Trilgbt會答錯的問題 所以這種很基本的東西 我建議大家就問Trilgbt好了 Trilgbt回答的方法 你 這個 你不知道 你還是看不懂 你就請他再講簡單一點嘛 你就跟他講說 我是一個 不然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小學生 我是一個小學生 偏尾分 請告訴我 偏尾分 該怎麼做 哇這個小學生也太厲害了吧 他的小學生是什麼啊 我剛 我剛小學入學 這有點看不懂 再解釋 解釋 簡單一點 哇 至少要用貓貓狗狗的方式來介紹吧 好啦好啦 我這個 我也不是非常會用Trilgbt 下Prompt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建議大家 可以嘗試去使用Trilgbt 來了解啦 阿Prompt 這個 課程的部分 我們有收到你們反饋啦 我們 很高興 你們會給我們正確的反饋 這樣子 我們會 我們會試著去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 你們現在反饋 也只有下一屆能夠受惠啦 對不對 你們應該沒有想要留級的人嘛 對不對 對啊 好 想要留級 想要留級 你說我一講 好 就要再接 好 這個 你說我一積分嗎 是我一積分要改不是我要改呢 沒有 不講話了 講錯話了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稍微熟悉一下 就是to date 我們目前已經介紹了knowledge 好第一個 首先你要 人工智慧 就是個數學方程式 你千萬不要以為人工智慧 跟數學沒有關係啊 跟數學 他就是數學啊 他已經不是跟數學 有多少關係了 是他就是數學啊 這樣配吧 好 那所以他就是 把一個東西 把它 丟到一個函式裡面 那這個函式勢必會預測出一個 結果 對不對 你說 我要像缺LGT 我是丟文字進去 那文字要怎麼變成數學 他要先經過Embedding嘛 這個我醫學科技新資討論有教嘛 對不對 沒有任何印象 這個我可能會考喔 我可以跟你們講 這個是一定會考的 好不好 這個文字 文字為什麼 文字要怎麼變成一個數 文字要怎麼丟入數學方程式 這個是一定會考的 好不好 不過 你們現在也不要太開心啊 對不對 這個也不過就考個 什麼25題 其中一題嘛 你們都賺個2分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只有你們會知道啊 對不對 沒有來上課就不會知道了 這個 好 那 你把它丟進這個方程式以後啊 這個 那他就預測出一個Y嘛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了解這些事情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在醫學科技新資討論要強調 文字要怎麼把它變成數字 如果我不強調這件事情 現在你們這裡都聽不懂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是個方程式 什麼比較好算 他一定得消失個方程式啊 對不對 不是方程式你還不知道怎麼算呢 對不對 好 那接著你要定一個Lost Function 這個Lost Function怎麼決定呢 你可以用最大概是估計法來 思考 你就可以定出一個合理的Lost Function 好當然 這個Lost Function不只要合理 他還要有可違 如果你定出一個方程式 假如說 Y大於0的時候 輸出1 Y 小於0的時候輸出0 這個方程式可以微分嗎 不行 我是隨便喊一個方程式你們就說不行是不是啊 這個方程式可以微分 不行 因為他完全都是常數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任何一個點來講 他寫率都是0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函數 他是 如果這個函數本身 你要說他不能微分 他其實是可以微分 可是他如果放在一大串函數裡面 有個中間 那他的寫率永遠都是0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 不能用這樣的一個函數 他要可以微分的函數 這樣可以 他要 可以用連鎖率不斷傳導的微分函數 簡單來講是這樣 好 那所以說 跟大家講 現在今年啊 諾貝爾物理學獎 跌破我的眼鏡 頒給AI 這個 這個深度神經網路 全部都是靠這套邏輯 這個 建立出來的喔 那你說這套邏輯 為什麼是物理學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你跟我講這套邏輯數學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問題是 諾貝爾沒有數學獎 對啊 那可能 你們知道諾貝爾為什麼沒有數學獎嗎 你們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對 因為他的女朋友被那個數學家搶走了 所以他不想要翻個數學家 對 這個 欸你們都聽過這個故事喔 好啦 這個故事流傳很久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但是反正就沒有數學獎 這樣子 OK 所以我希望啊 這個這課教完以後啊 你們 掌握哪些核心能力 你們回頭 回去自己想 看自己有沒有掌握 第一個 你們知道 人工智慧 要建立一個人工智慧方式 需要 定義三件事情 預測函數 損失函數 求解 就這樣 你們需要做三件事情 這是你們要知道的事情 第二個 你們大概知道 要如何求解 大概知道就可以 怎麼做T2線上法 我現在講的 欸我講原理了對不對 怎麼做 那個MCMC 我也講原理了 我也親自寫程式給你們看 可是之後你們會發現 你們就丟給套件 他就做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呃 你們只要大概知道就好了 啊但大概知道是有好處的 因為有時候你們會發現 套件解不出來 啊 你裡面給人家放個 那個 x大於0的時候 輸出1 x小於0的時候輸出0 你他媽你會放個這個函數 那他當然解不出來啊 那不是他的問題 那是你的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說為什麼要跟你們講這些原理 是因為 你們 你們要深刻的記住 那為什麼 你們以後在組合的那個預測函數 不能亂組合一通 是有原因的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啦 大家可以下課啦 大家可以下課了